我想郭台銘可以思考這樣子 然後柯P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第一個當然對於很多人講 包括所謂的旺旺集團裡面所提的 他如果參選背棄了國民黨 是否成為國民黨在這次落敗的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最回擴守 我必須要說再次強調 民主政治基本上 你可以選擇不同的政黨 民主政治政黨跟幫派完全不同 我舉一個現在活生生的例子 美國總統Donald Trump 他最崇拜的偶像 是美國第40任總統Reagan Reagan他是共和黨的總統 而且讓美國再次偉大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可是各位知道嗎 雷根自己在他的自傳裡面講 他在1930年代他是民主黨黨員 因為他當時非常欣賞 當時的美國第32任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小羅斯福的新政 所以他是民主黨的 可是40年過後 他成為共和黨的總統 民主政治 趁黨的轉變 天經地義 剛剛跟川普選完 而且選舉人票輸給川普 可是普選票大贏川普 290萬張的 Harry Clinton Harry知道嗎 他在他自己的自傳 Leaving History裡面也講到 他在1964年 是幫共和黨右派中的右派 去競選 1964年的高華德 可是呢 他後來成為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 所以 郭台銘自己非常清楚 在西方歷史上 這種政黨的轉換 天經地義 蘇貞昌曾經提過一個非常有名的人 我想在座每個都知道的 邱吉爾 邱吉爾是 整個西方歷史上 不但是 最重要的政治人物 他還得過諾貝爾文學獎 可是他當過自由黨的國會議員 也當過共和黨的國會議員 最後成為首相 所以 就郭台銘來講 他唯一考量是有慎選的機會 還是沒有慎選的機會 至於說會不會脫黨了 會不會如何的話 我剛才講雷根的例子 希拉蕊的例子 甚至邱吉爾的例子 他們都在不同的黨派 做了不同的選擇 可是最後 在政治上 坦白講 大家都看到 表現基本上來講 不會因為你政黨的轉換 而有所調整 但是 柯文哲呢 坦白講 柯文哲才是真正的政治精算師 這局他是穩贏不輸的 我看到他 柯文哲不僅是個台大的醫師 我甚至想他根本就是個律師 根本是一個最高明的律師 尤其你知道 律師基本上 是從哪裡來的 古希臘有一個 非常有名的詭辯學派 你知道詭辯學派裡面 有一段經典的對話 就是今天柯文哲 能夠穩贏不輸的道理 詭辯學派有講兩個師徒 古希臘所有帝王從亞歷三大到凱撒 他們必然要學第一個辯論 第二個演講 第三個武學 這是所謂哲學家皇帝必須要學的 不管凱撒亞歷三大辯論演講一級 武術方面沒有話講 他在這個古希臘歸詭辯學派 各位聽聽看 像不像柯文哲今天的情況 兩個師徒互相到了當時的所謂陪審團去講 這個師父說我這個徒弟跟我學了辯論 不付學費 所以呢 我請這個陪審團來裁判 你知道這個師父怎麼講 這個師父說 打了官司之後 他說辯論不用進行了 我一定贏 又請知道他怎麼說 他說如果辯論我贏了代表 我講沒有道理 那他要付我的學費 但是如果萬一我辯論輸了呢 代表我教他教得很成功 這個突兔超過我了 所以他也要付學費 所以我希望法官 你已經可以直接判 把他學費給我 我贏定了 後來徒弟怎麼說呢 徒弟說法官 我不用交學費 我贏定了 如果辯論我贏了 表示我有道理 但辯論我輸的話 表示師父交得不夠成功 所以我也不用付學費 有人說這就是律師的由來 你請律師打官司 不管輸贏 你都要付他錢 柯文哲在這場官司 在這場選戰 他扮演的就是律師的角色 郭台銘進來了 贏了 他是keymaker 輸了 憑郭台銘今天在中間 所謂的知識藍和經濟藍和年輕的選民 至少至少20%的群眾基礎 換算到不分區的選票 可能五席到十席 相對來講 郭台銘如果不選 各位記得 所有提到總統候選人 誰最好的時候 柯文哲是連考慮都不考慮說 郭台銘 也就是告訴大家 我最支持郭台銘 但是郭台銘不出來選 我如果當仁不讓 他們這些選票 不會給蔡英文 不見得會給韓國瑜 就轉到柯文哲的頭上 所以柯文哲在這場選戰當中 就像我說的那個所謂的師徒之間的對話 郭台銘選 選成功 他是kinmaker 選失敗 郭台銘的至少20%的選票 可以讓他的不分區 多個三席五席不成問題 郭台銘不選 他自己也會做民調 而且不要花錢 市政府的員考會幫他做 他只要有機會 哪一個政治人物 最終的目標不是當總統 都是當總統 他們從政的目的 不是去當慈激功德會 也不是當福人社的社長 就是能夠把自己希望的報復 在某種程度 透過總統來有所作為 所以我說 郭台銘要選不選 其實不用考慮政黨 這個民主政治就是自由的選擇 但是唯一的贏家到目前為止看來 政治精算師 已經不是那個被人稱為 政治素人的柯文哲 他在這裡面不是醫師 而是一個律師 這場不管輸贏 他都已經賺到了 他贏得了最大的一塊